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孝文帝特别擅长套路大臣 有一年他想把都城迁到洛阳 又担心大臣们投反对票 他便放空炮说他要南征 大臣们自然纷纷支持 我们听你 哈哈 朕只不过设了个局 而你们却入了谜 但途经洛阳时 孝文帝却赖在洛阳不走了 这时大臣们才回过味 但生米已经做成熟饭 这套路 给满分 不怕你骄傲 孝文帝还是汉文化的铁杆粉丝 一到洛阳 他便进行了一番轰轰烈烈的汉化运动 所谓汉化运动 其实就是让鲜卑人全盘汉化 比如 让鲜卑人说汉语 穿汉服 与汉人通婚等等 哎 给我念 红里鱼 与绿里鱼 与驴 此外 孝文帝还强迫鲜卑人将姓氏通通改成了汉性 以前 鲜卑人大多是父姓 比如独孤 拓跋等等 改过之后呢 独孤变成了刘 拓跋变成了圆 以前我叫独孤求败 现在大家都叫我刘求败 孝文帝为啥要进行汉化运动呢 当然是因为当时汉人比较有文化 并且拥有各种先进的政治 法律等制度 向优秀的人看起 不跟平庸的人比 孝文帝的汉化运动不但促进了民族大融合 还使得北魏一跃成为超级强国 唯有自己强大 才能横扫天下 然而 谁都没有想到 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却意外成了六镇起义的导火索 千算万算 不如老天一算 六镇起义 是咋回事呢 北魏有六大军阵 六大军阵的将士们不是鲜卑的贵族 就是鲜卑的高干子弟 迁都前 他们可以随时回中央做大官 迁都后 他们却只能待在边疆做保安 以前 我们有的是背景 现在 我们有的是背景 沦落到鄙视链的最低端 整天被别人翻白眼 六大军阵的将士们心里能好受吗 所以 他们便发动了一场起义 不起义 我硬死 六镇起义虽然来势汹汹 但最后还是被镇压下去了 哈哈 本以为是王者 没想到却是青铜 六镇起义虽然被平息 却导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 后来 东魏和西魏的皇帝又被各自的大臣抢了江山 于是 东魏变成了北齐 西魏变成了北周 北齐的皇帝们业务能力强的大都短命 长寿的又大都无能 所以 北齐后来被北周轻松灭掉 此时 北方已经全部被北周收入囊中 小黑板 画重点 北方全归北周管 北周末年 出了个小皇帝 即位时才七岁 你让他玩泥巴可以 但让他治理国家 没戏 小小年纪 我无忧又无虑 小皇帝啥都不会干 这就给了全臣专权的机会 很快 有个叫杨坚的全臣便控制了整个国家 没办法 我就是这么强大 没多久 杨坚便抢了小皇帝的江山 并建立随朝 小朋友 你被朝鱿鱼了 北周灭亡 这也意味着北朝从此灭亡 很快 杨坚又随手灭掉了咱们上级曾提到的南朝的最后一个朝代 南臣 进而统一了天下 结束了自三国两进南北朝以来将近四百年的战乱 上天让我做真命天子 我还天下人一个太平盛世 北朝时期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北魏孝文帝的汉化运动 汉化运动有助于消除不同民族之间的隔阂 促进各个民族的交流 为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